其實如果一個女士對自己的排卵期有認識 她嘗試懷孕的時間就可以調校到最好 增加機會 其實排卵期如何計算呢? 如果一個女士有週期性的月經 每20至35天來一次 甚至乎21至35天來一次也有正常排卵 如果她有28至35天來一次月經 她排卵時間就應該在月經前第14天 如果28天一個週期的話就第14天排卵 如果35天來一次週期就減14 是第21天排卵 如果想在這段時間嘗試懷孕的話 我會建議不會兩天嘗試一次 如果由第14天到第21天排卵的話 我會建議例如由第12天開始 嘗試到第23天 如果一個女士月經週期是28天來一次的話 大概應該是第14天排卵 我會建議她由10至18天這段時間 隔天嘗試行防懷孕 為什麼會建議她在這麼廣的時間內嘗試呢? 就是排卵的時間 其實可能每個週期都有少少偏差 如果是之前之後嘗試懷孕的話 命進率就會高一點 如果一對夫婦嘗試懷孕一年 還未成功的話 其實就是屬於一個不育的問題 最好就早點去找醫生 去找出為什麼未成功懷孕的原因 或者不育的原因 去對症下藥 可以早點 看看可否幫到她 達到她懷孕的計劃 整個夢男生 2 3 5 per 9 6